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345集 出了门来 高姑供小心翼翼地将门眼上 深怕惊扰了里面经过千辛万苦才团聚的妇女二人 林婉容听着里面秦仙儿的轻气声 忍不住摇了摇头 今日这件事儿算是办对了 但愿他们妇女能好好相处 让林大人我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呀 林大人 林大人 高公公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有人要见您 见我 这谁啊 林婉容惊奇问道 在这皇帝的乾清宫中 还有人要见我 这才是奇事 高平略一点头 轻轻言道 请大人跟我来 他率先起步 向外殿的偏房走去 穿过了几间房屋 寻着了其中一间 恭敬道 就是这里了 大人 您请进 大殿中所有的房间都是灯火通明 唯有这一间没有一丝灯火 满是漆黑 林婉容心中疑惑 缓缓推门而入 就见一个苍老的身影 静静站在窗前 空洞的眼眶闪着悠悠的光芒 魏大叔 林婉容惊叫一声 急忙上前去拉住他手 你 你怎么在这里 魏老头微微一笑道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林婉容愣了半赏 梁酒才长须一口气 眼头一叹道 哦 我明白了 原来魏大叔 你也是皇上身边的人 魏老头微微一笑 语气中颇多感慨 你说的不错 我的确是皇上身边的管事 七年皇上尚在前邸之时 我就跟在他身边伺候了 算起来已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一个瞎子跟在皇帝身边 伺候三十多年的确是个奇迹 这主仆二人倒是有情有义 老魏似乎洞穿了他的想法 笑道 你是不是在想 我一个瞎子老头 怎么能跟在皇帝身边 伺候三十多年呢 魏老头是林宛荣的救命恩人 对他如同再造 林宛荣在他面前格外的老实 也不隐瞒心中所想 点点头道 我的确有些疑问 唉 你不用怀疑 说穿了很简单 在二十多年前 我与你一样 也拥有一双健全的眼睛 老瞎子悠悠一叹 声音中隐藏着无比的愤恨与遗憾 西年先皇病重 皇上宅心仁厚 一不结代 日夜照顾在他身边 孝顺仁义 美名天下传扬 先皇甚是感动 在病天之前 拟下旨意 将皇位传于皇上 只是 在这最紧要的时刻 却突然有大批的刺客 闯入了先皇养病的相国寺中 皇上为了保护先皇身受重伤 连唯一的皇子也遇刺身亡 我为了保护皇上 也失去了双眼 危急关头 幸有理太 忠诚耿直 调集数万大军 平息了内乱 才确保了皇上的平安 说起往事 老魏语气平缓中 带着些许的激动 林婉容听得暗自心惊 上次老皇帝轻描淡写地说过这事 语焉不详 魏老头一席话 却说得明白了许多 原来那一战 不仅魏大叔被刺瞎了双眼 就连老皇帝也身受重伤 而且他还失去了一个儿子 大概是从那次受伤之后 落下的病根 老皇帝登基之后 竟然没有生出一男伴女 导致江山后继无人 难怪他对成王愤恨到了骨子里 为了拥保大华江山 皇上自十几年前 便开始挑选人才 我作为其中唯一的知情人 接受了这个事关大华千秋万代的重任 四处奔走寻访 搜寻可造之才 直到后来 遇到了你 老魏顿了一顿 悠悠一叹 摇摇头道 唉 婉容啊 我真不知道 该赞你 还是该骂你啊 大叔 你想骂就骂吧 老是说 我做人的理念和你们不一样 我是要先快乐 再要富贵全市 如果没有了快乐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林婉容老老实实道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 我看中你 多多少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你思维开阔 敢想敢做 想得开放得下 行事的手段又不拘一格 人义与狠辣兼备 的确是块好料子 当初看你快活无边的样子 我以为你得知真相后会有所改变 所以也没有在意 却没想到你了解了原委之后 竟还是一样的执扭 皇上对你又是欣喜又是无奈 只是我却心有不甘呢 林婉容嘻嘻一笑道 大叔 我上次跟皇上说过了 能不能寻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不为难我 也不为难他 你老人家阻止多谋 一定能想出好办法的 魏老头苦笑道 你小子撂担子倒是一把好手 两全其美的办法 哪里有这么容易想到啊 虽然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你 让我多苟延残喘了几天呀 苟延残喘 大叔 我不太明白 林婉容不解说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唉 就是苟延残喘啊 魏大叔一叹 我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皇上尽忠 魏大华挑选一个合适的人才 一旦找到了这个人 也就是我走到尽头的时候啊 灭口 林婉容大惊道 我心甘情愿 魏大叔淡淡一笑 主子给了我一切 为他尽忠 是我毕生的心愿 林婉容呆呆看着瞎子老魏 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属于这个时代 自然难以理解老魏的心态 但他尊重魏大叔的选择 站在皇帝的角度看 为了让大华基叶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为了永远的保守秘密 该死的人就一定要死 他无奈摇摇头 若是我今天答应了老皇帝 那就可能再也见不到魏大叔了 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公主回来了 好久没见皇上 这么高兴了 老魏站在窗边 忧悉一声感慨道 唉 婉容啊 我带主子谢过你了 他说着 竟要跪下身去磕头 林婉容急忙扶起他 大叔 你这不是要折我的兽吗 我的这条命都是你救的 何况先人是我娘子 老爷子是我老丈人 让他们妇女消除误会 走些团聚 也是我应该做的呀 你与公主之事 怕不是这么一帆风顺的 老魏 缓缓言道 今天你若答应了皇帝的要求 你的身份就会随之改变 皇上会安排你明正言顺的进宫 你与公主之事 那就永远不要再提了 林婉容张大了嘴巴 难怪老皇帝要我与仙儿结为兄妹 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道道 不知道魏大叔说的明正言顺是个什么意思 就算入了朝堂 风言风语 自是难免 谁能驾驭那些老辣的重臣 又有谁能对付得了成王呢 这世界上还无人敢小抗皇上 他对时局的掌控 对大师的把握和果断 是成王那些庸人 绝不能逼你的 老魏哼了一声缓缓说道 你入朝之后 皇上会安排你逐渐掌管立部 踢出叛逆官员 让你做恩科主考 着生天下世子 还会叫你辅佐李泰掌控兵权 只要有兵权在手 管他风大浪大 你的地位自是稳如泰山 有官权与兵权 成王那种小丝 一样是砧板上的肉 又能奈何你呀 老魏亲吟在皇帝身边 熟悉他的心思 谈起这些正事来 是一个大大的行家 林婉容听得暗自折舌 照魏大叔这样说来 还真是很有吸引力 哎 要是又能娶仙儿 又能玩全世就好了 老子做个逍遥快活王 岂不美在 怎么了 是不是后悔了 老魏虽然眼不能看 却是伺候皇帝出身 对人性深有洞察 微微笑道 后悔倒不至于 林婉容嘿嘿一笑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用强也能得到 就像仙儿和老爷子 历经了这么多年的坎坷 最终还不是团聚了吗 魏老头点头一叹 脸上显出淡淡的笑容 唉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皇上没有看错人呀 今日仙儿与老皇帝团聚 林婉容又与魏大叔重逢 真可谓双喜临门 仙儿妇女续话良久 前清宫的灯火 一直亮到深夜 林婉容便也在宫中住下了 与魏大叔丙烛夜谈一番 许多以前的疑问 渐渐的明白了 心里当真是无比的快活 只是看着仙儿与老皇帝 其乐融融一家团聚的样子 林婉容欣慰的同时 却又有一些失路 世人皆有父母 皆可以承欢欺下 唯独他是个例外 表面看处处春风得意 却是无根之瓶 不知道该飘到哪里 比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 还要孤单千倍万倍 他心里有事 睡到后半夜 却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 春寒露重 窗外已凝积了些淡淡的露珠 一轮弯月挂在空中 点点盈灰洒落下来 说不出来的清冷感觉 披了件长衫 推开房门缓缓夺出 一阵淡淡的寒气袭来 让他昏昏沉沉的脑袋 顿时清醒了许多 老皇帝房里的灯火仍未熄灭 不时传来轻轻的说话声和抽气声 林婉荣听得清楚 这正是仙儿的声音 他忍不住地摇头轻笑 这丫头与老爹团聚了 却从头哭到尾 也不知是太悲伤还是太高兴 出了前清宫 看见旁边一个院子 有些灯火 便信不走了过去 那院子与前清宫相隔极近 灯火幽暗 唯有几个职守的太监宫女 在油灯下打着盹 林婉荣踏步入了院内 只觉一阵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 四蓝四射芬芳异常 他心有所觉 抬头仰望 正见大殿当中挂着一幅长长的画卷 只扫了一眼 他便如遭雷击般 呆呆地立在了那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